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公益局支付組林碧玉組長 還有各位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各位品牌專家 還有各位參加的與惠先進 大家早 早 好像在座很多品牌專家 但是我一開始是產業專家 後來在公益指示下 我們從比較理性的產業分析 跨入比較感性的品牌思考 不過其實理性跟感性要並進 這個這樣基本上價值才會提高 我在台經院二十幾年 第一天開始就開始接觸產業 特別是製造業 就是我們公益局月館的製造業 那我從很多指標去看台灣製造業的發展 不管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特別我們看出口值 在不同國家的市場三有率 然後也看它的出口單價 一開始其實都慢慢增加 雖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都有增加 但是後來發現速度越來越慢 甚至出口單價慢慢往下掉 然後我們的出口值有沒有增加 有增加 有增加 但是我們的市占率 我們在全世界的排名 我記得剛剛進去的時候 好像在全世界排名14大 貿易國 現在就降到18大 那整個在全球的market share 從大概2.4 2.5 現在當到大概1.8 1.9 我們出口有沒有增加 有 但是其實比我們增加更快 那後來在整個過程中就慢慢思考 經濟學家很喜歡思考 後來知道代工 OEM ODM 那後來就知道OBM 就是品牌 那也去看說 從客觀的數據去看說 台灣製造業出口單價越來越低 然後在整個市場 群酒的market share 越來越低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後來剛剛講代工這兩個字 代工呢 你的量是品牌企業給你的 你的代工的產品單價 也是品牌廠商給你的 所以你的revenue幾乎是固定的 所以你如果 大家沒有學過經濟學 沒有學過會計學 只要利潤等於收入減掉成本 所以呢 你如果要讓利潤增加 你只要一直cost down 所以台灣過去有沒有研發 有 其實上我們有研發 而且業者很努力研發 但是我們幾乎做的都是cost down的研發 我們呢 其實從很多客觀的數據 我們的像技術進步率 我們的實質的附加價其實都有增加 也就是台灣的企業很厲害 同樣的中間原物料零組件 它可以生產更多的東西 或是生產同樣的產品數量 它可以用比較少的中間原物料 但是這個總會發揮到極致對不對 技術進步 基本上儲備一直那個 但是到某一個timing點 你技術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呢 聰明的台灣企業家 台灣的業者就開始 從另外一方面cost down 中間也遇到cost down完以後 開始就是 請政府幫忙 我希望有便宜的土地 便宜的水 便宜的電 便宜的油 到最後人都要便宜了 就造成我們台灣的行資 沒辦法成長 也就是說我們企業 在國際上 努力的跟其他國家競爭 拼命賺錢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回饋到 我們一般員工的薪水上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台灣的企業很會幫別人創造價值 但是不會實現自己的價值 講白點 我們的產品的品質 我們的服務品質 在國際市場都被低估 因為我們沒有品牌 品牌 是讓台灣的產品品質 我們的服務品質 在國際上 是跟人家有差異的 但是因為你沒有品牌 你沒辦法突顯出來 你沒有辦法告訴你的客戶 這個其實就是過去 其實不只過去 到現在這幾年 台灣為什麼經濟成長力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 就是兩個字 蛻變 這個不是完成式 這個是ING 進行式 不管在座 你說你品牌做得多厲害 In the brand 全台灣二十大 但是這個你還是要持續做ING 那我們比較 覺得可惜的是 很多根本都是未來式 還沒做 因為台灣企業太多了 所以過去台經院 我們跟很多的 各位品牌專家 在公益的資質下面 我們盡量 在有心的資源下 先改變台灣企業的思維 因為代工幾十年來很難改變 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品牌 像比如說 微軟 Bear Gas 他們會站出來幫台灣企業發聲 台灣他們都很棒 幫我們做很多東西 講好聽一點就是 幕後默默無名的英雄 但是錢都是他們在賺 對啊 過去的ICT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品牌 ISUS Acer等等 但是其實跟他們 我們品牌價值還是差非常多 我們有些產業 我們開始要做品牌 比如說工業局的紡織業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不會比Gortex差 但是我們沒辦法 有在整個產業競爭裡面 得到更好的價值 所以工業局這幾年 也在協資坊之業做品牌 不管怎麼樣 我們從民國95年 就是2006年開始 行政院通過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開始 都在整個經濟部 不管從過去的貿易局 後來一到工業局 就是從理性跟感性的 的角度來協助台灣企業 特別台灣的製造人 進行蛻變 接下來會有一些資料 跟各位分享 從客觀的官方數據公佈 然後還有我們品牌團隊 自己對品牌企業 做了一些調查 看他們做了什麼樣的改變 剛剛跟各位報告 其實這個 其實台灣就是剛剛講 研發實力全部講很強 但是都是高市場研發 比較沒有辦法把產品 服務價值突顯出來 那種設計研發創新 這個其實比較可惜 不過我覺得未來是很好的機會 明年是公益局50年 也是2020年對不對 其實對台灣來講 都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而且台灣 我們開玩笑 台灣最近撿到槍 美中貿易戰 但是全世界 除了美國經濟也很好 好像小國就是台灣比較好 你從一些數據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當然其實 老天也是眷顧過去一直努力的 只是說過去台灣可能timing不到 但是我覺得未來幾年台灣會非常有機會 包括各位的品牌企業 那早期其實我們知道成本管理 這個是台灣的強項 後來我們開始做技術密集 就是當然技術能力提升 前面這個部分其實都很會創造價值 都是創造別人的價值 我們開始大量生產做R&D 後來有做 前面都是做OEM 後來做ODM ODM就是有加做試減 但是因為沒有品牌 所以還是比CP值 比CP值 我們常常說優質平價 但是德國人說優質就是高價 沒有平價這種東西 但是台灣都一直覺得 我們可以用很便宜的成本 然後生產CP值很高 但這個在國際競爭 其實這沒有辦法長久 沒辦法長久 後來才開始 品牌就加進來了 就是透過品牌 來實現台灣產業真正的價值 這個是從行政院主機總署公佈的數據 工商普達資料 我們從2006、2007開始 進行品牌台灣計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製造業 它的品牌外銷比重 有沒有增加 有 各位看到從2006年的47.44 增加到51.4 大概增加四個百分點 雖然沒有很高 但是我們很高興 因為這個是很難的 你知道像過去的代工思維 那種腦袋幾乎很難改變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花很多時間 給它洗腦 包括我們也是洗很大的 品牌價值很高的 因為他們還是用OEMODN的思維 來做OBM 還是喜歡做品牌 喜歡趁精論量 這個是沒有辦法做的 然後再來 自由品牌加速其實變兩倍 其實這個我們也很高興 雖然加速從2萬加只增加4.4萬加 但是我覺得成果其實還不錯 更重要的是說 企業願意投入品牌資源這個部分 其實成長了37% 也就是說從官方的數據來看 這是非常客觀的 我們從2006年到現在 其實台灣的企業有在改變 他們有慢慢在蛻變 他們也知道做品牌的重要 但是知道跟做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知道台灣是全世界四大創新強國對不對 我們跟美國 瑞士還有德國 但是我覺得內涵還是有差 台灣當然強項 你說美國是服務創新對不對 德國 瑞士 德國 瑞士他們是其實很厲害的中藝界 台灣也有 但是我們的創新跟他們 其實就是各有強項 台灣也是 但是我們在品牌創新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 我們常常講台灣企業 都知道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實際做都有點落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個市場趨勢掌握 跟行銷的策略 這個重不重要 再發援品牌重不重要 很重要 企業也都認為很重要 但實際在做那個落差 那個gap大概有一層 有一層 另外一個其實蠻有趣 我們觀察其實這幾年 包括我們團隊 包括工業局 其實我們都認為品牌制裁很重要 其實台灣的很多品牌企業 過去在國際市場 就是因為制裁吃了很大的虧 很大的虧 各位可以發現 在企業對制裁跟專利的佈局 認識度其實很低 但是實際投入服務裡面 卻是相對比較高 那各位不要覺得 這是因為品牌制裁 其實很多都是技術迴避 都是在生產製造那一段 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個比重其實都不是很高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制裁管理 他們認為12% 其實12%不高 12%不高 那實際 認為需要大概只有7% 實際投入只有12% 所以還是很低 所以我們這兩年 我們也做制裁的小手冊 然後發給各位品牌企業 叫他們一定要改變 我們發現很多品牌做得很好 品牌價值也不低 但是商標沒有註冊 你會覺得很好玩 這個其實他們不是要註冊 他們不是要保護他們自己的品牌 甚至他們的制裁 可以透過制裁管理 事實上有額外的一些利潤的貢獻 當然不知道 這個我們叫制裁管理 好 另外一個購面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製造業兩成 還是習慣 在他的經營策略裡面 還是習慣用價格 來跟其他相近的對手來PK 這個不是說不行 不是說不行 像最近我們知道那個iPhone的手機 它的價格iPhone11 也跟前幾代不太一樣 比較親民 雖然還是很貴 這個是他的策略 因為蘋果也知道 現在的環境 現在至少品牌手機 整個競爭的環境跟過去不一樣 所以它又透過價格 但是一開始就透過價格 這種是很大的知名商 因為你一開始就讓人覺得你是比較 就我剛剛講的平價的 比較低的 所以從前面客觀的數據 還有官方的數據 還有我們品牌團隊所做的一些調查 我們可以發現 台灣的企業 特別是製造業 他們有一些思維 非常有趣 第一個 他們認為品牌是解救企業的困境良邦 這個對不對 對 但是內涵不太一樣 他認為我只要有品牌 其他就OK 但是不要忘記品牌是建立在品質上面 就是如果你認為說我只要一個商標 我只要貼牌 其他都不 其實這個是很危險 反而會打我回應 你過去堅持你的技術 堅持你的產品品質 你就是因為缺了品牌 但是現在你反而說因為我有了品牌 其他可以不用管 其實我們知道 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企業就是這樣 差一點 後來還好即使往上 把技術研發團隊找回來 不然其實很危險 再來第二個 還是知道代工的思維 我們去訪問很大咖的廠商 我們發現他們老闆還是用OEM ODM 來進行OBM 就是太理性了 代工是很理性的 趁經論量 斤斤計較 但是做品牌 你一定要有一點感性 否則很難 對國際品牌策略規劃 我們都只會學 只會抄 我們會找一個大咖來做一個廣告 但是消費者看不懂 花了很多錢 但是其實沒有傳遞他這個品牌 他要傳遞的真正意涵 當然也沒有把他整個要傳達的價值 給消費者知道 也沒有辦法回饋給他 不管是在他的品牌價值 他的獲率等等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失敗 再來就是缺乏開創新的商品 及獨特商品模式 這個其實是台灣系列通 因為我們過去真的是Costa 我們在做原物料 在做component 做part我們很厲害 但是我們實在不知道 最後的consumer goods 到底消費者知道什麼 但是最近其實台灣在改變 各位在這個地方是三創 我們有很多新創的工 他們有生產出很特別的東西 未來台灣的製造可能會變成快速製造的東西 我們會變成很多台灣 甚至全球新創公司的prototype 就快速製造的東西 設計研發會在台灣 因為未來台灣已經不適合大量生產製造 這個會是其他的國家 再來第五個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最近很在乎的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真的是很重要 包括制裁的管理等等 大家都覺得過去那個是額外的成本 但是你如果不呵護你會損失更多 最後一個就是 當然這個是因為台灣 你說2300萬人真的很少嗎 其實也沒有 我們小國做大品牌 小國在本地的市場也可以做小品牌 各位知道麥當勞 從美國一個小城鎮慢慢到美國 然後到全世界去 所以都是有機會 只是看你怎麼去做品牌 好 過去代工現在我們要做品牌 但是其實思維要改變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這裡有一個 不是只有跳過來 沒摔死然後就OK了 這樣整個思維要改變 過去大家就覺得品牌是行銷部門的事 但是後來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整個 它是一個營運策略 所以我們講以前叫企業官 你現在叫品牌企業官 它是所有的垢面 每一個環節 剛剛有提到 廠銷人發財 其實裡面都要有品牌的意涵 你的CEO的 commitment 各個部門 對品牌的理念要有一致性 對外溝通 對內溝通 都要達成一致性 那從這邊其實才可以真的做到 市場區隔 追求差異化 然後讓整個產業升級 好 這個是我們過去整個計畫的定位 所以早期各位可以看到 早期在以前我們認為品牌發展 就是有品牌管理 但後來發現不是 後來發現不是 剛好結合工業局 因為其實以前上期長官說 工業局其實是最了解企業 像研發 製材 設計 其實都在工業局 後來過去因為貿易局 它的專長就是幫議員打擂台 打擂台 但是我們認為內工也很重要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工業局跟貿易局 一起來合作 練好內工 找對的擂台去做品牌 所以早期我們其實是多用品牌 後來我們想到一種方式叫立即拔尖 結合政府的包括中間企業 三業四化 包括最近的新南巷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兩年其實台灣的品牌 在全世界都慢慢有機會 不管我們南英堂的帥哥老闆在這邊 其實包括面膜 其實我們在歐洲都賣得非常 我們也跟我們那個品牌的小朋友 我們到歐洲去看 他們看到面膜他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歐洲人都抹那個火山泥 看到面膜他們說 這樣敷著 會不會掉下來 能不能呼吸 那這個其實像一些化妝品 像Lorea他們以前不做這種東西 那這個剛好給台灣一個機會 剛好給台灣一個機會 好 我們再幾個數據跟各位看 這剛好上面顧問剛剛其實有講 接近50家 其實這個大家參考就好了 因為做久了其實就是會有這些量化 重點是我們看到一些小的數據 這個是我們非常驚喜的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團隊協助企業來做品牌 前兩年80%的企業品牌意識提升 我們輔導過一家叫做聯發科 各位知道 對 後來他們百分之九十幾 全世界的員工 品牌共識大幅提升 然後一致性的提高 那再來呢 90%的公司會新設品牌團隊 其實沒有一個公司沒有行銷部門 但是真的有專責的品牌 品牌部門其實很少 很少 但是後來我們協助他們有 前兩年確實他們會另外設品牌團隊 然後呢三到四年以後 五成 你說五成很低啊 其實沒有 我們認為 我們就講是獲利開始穩定了 過去它可能平平的 但是呢做了品牌有五成 它開始慢慢 開始慢慢 然後呢 普遍大概三年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資源的投入 慢慢展現出成效 其實我們過去有做 比較 有做品牌跟沒有做品牌的企業活得比較久 而且毛利率比較高 就政府來講 僱傭的員工人數也比較多 這個當然是政府裡面看到 然後另外一個 右邊這個圖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剛剛那個 我們在影片裡面有看到 品牌計畫部落廠商出口的成長率 事實上比整體製造業來得好很多 像左邊 比如說像左邊 有個大概負2.97 這個是整體製造業 但是品牌的企業 它的出口成長率還是正的 好的時候呢 它比整體製造業更好 差的時候它其實把它的 品牌的韌性表現出來 好 這個是台灣未來的發展機會 機會很多 但是也有挑戰 就是看你有沒有辦法 catch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整個整體的情勢 大家知道美中貿易戰 然後全世界 其實現在都不一樣 總歸一句話 就是因為全球化的結果 出現不一樣的領導人 不一樣的供應鏈的重組 但是這個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台灣呢 你一定要 通過發展品牌強化自身的差異化 特別現在美中貿易戰 紅色供應鏈 非紅供應鏈 本身就是兩個不一樣的品牌 你一定要凸顯它的差異性 否則呢 面對這個兩隻大象 或兩隻大獅子 你真的很難生存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創新動能 未來台灣很有機會創新 因為現在的創新平台跟過去不一樣 就像過去台灣的汽車可能比較弱 因為引擎弄不出來 但是因為現在電動車 台灣機會就來了 車用電子 甚至汽車馬達 這個台灣都有機會 所以我說時間 現在慢慢屬於台灣 好 剛剛講的是總理趨勢 我們來看一下產業的轉型 未來一定是走向水平分工 怎麼叫水平分工 你做鞋子 我做鞋子 我是高檔的 你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就是水平分工 過去是垂直分工 我們做零組件等等 這個其實已經改變了 那既然大家都做很相近的東西 品牌就很重要 因為你才能把差異化凸顯出來 以前垂直分工根本不需要 你做鞋子 然後我是做螺絲或是做什麼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凸顯 但是現在水平競爭會非常 不過還好就是現在因為數位時代 有一些智慧化科技 然後有不同的創新經營模式 有軟性的 硬性的 這樣的背後的創新能量 讓台灣有更多創新的機會 這個是過去所沒有 那這個就大家參考了 其實最重要是下面這個 台灣必須要重新掌握在整個全世界供應鏈 不管是短鏈或是重組 台灣必須要再度展現自己 在全世界供應鏈重要的地位 這樣才能夠很容易被整合進去 你說我們為什麼不能整合人家 小國有時候要認清事實 當然你也可以整合別人 像台積電這種 你也可以整合全世界的一些技術 但是我們只要做一些小的立基型品牌 讓全世界看見就可以 對 未來幾個 這個其實也是今年 Interbrand給我們幾個趨勢的觀察 第一個 洞察環境快速適應 未來一定真的會變化非常的快 二十幾年前跟現在 其實二十... 各位每天看Line 看Facebook 用Google 這個都是這十幾年來串起來對不對 對啊 你根本沒有想到會變 而且這幾個都是服務創新 美國股市昨天又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摔不死 不是全世界景氣爛得要 美國就是靠供給面的服務創新 所以這個台灣也可以去嘗試 但是要給台灣一些時間 因為不去做硬體的思維太久 未來跨到服務這個部分 其實還是要轉變 再來就是大膽預測創造需求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知道消費者未來要什麼 其實這個以前那個Steve Jobs最厲害 那台灣其實也可以去嘗試來學習 好 第三個是雙向體驗掌握客權 這個當然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第四個是最重要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圖 隨著時間的變化 其實你的客戶 你的消費者 他們對你產品或服務的渴望都是一直往上 那台灣的企業呢 有一直在變化 但是有沒有貼近那條虛線 有一點 因為沒有做什麼 勇於變革 你做勇於變革才能夠會貼近它 這個時候呢 你才能夠把你的產品的價值 這樣忠實地傳遞給消費者 消費者才能夠會給你的利潤 所以我們是希望台灣的企業勇於顛覆 這樣會有成就表 因為我們剛剛講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還是只有四萬多家 台灣企業非常的多 真的是從幕後走到幕前 當然心理要調整 勇氣很重要 但是跨過那一步以後 成就會非凡 好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 謝謝大家